王廷 剛剛大家在讀經文講到在保護我們的 他怎麼樣的形容 不打頓也不睡覺 偶爾我們在上面我們講到的時候 會看到有很多 或是有幾位會特別在會堂裡面 要補足他的睡眠 那我們感謝主他們很信任我們 我们在讲的时候 他们可以睡得非常舒服 这是在这边很安全的 那当然我们小龙保护我们的是不会睡觉的 不会打盾 那我们也很喜欢这一篇 四篇121篇 我想当中可能有些人都会背的 特别是其中的你出你入 他必保护你 这是我们抱不得一年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昨天我们雅各团聚在聚会当中 我们看选了一首诗歌 就是讲到你出你入 又好多保护你 就是新年的歌 那肯定这一篇诗篇 是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的 那我也提过 之前我们看过120篇 《丧行之事》的第一篇 那边讲到的是他在急难当中 他向神来呼求 那在这边呢 他接着121篇提到的是 你可以看到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题目想到说 要来救那全然的保护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诗人一开始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那到底你的帮助有限的帮助还是您所体会的 你觉得你需要的帮助是些什么呢 其实这都是需要去思想的 那诗人所描述的这样的帮助保护跟阴辟那又是什么 这值得我们去思想 所以最后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要来救那全然的保护 全然的保护 那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是不是清楚我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帮助是可以有多重的需要 当下紧急的 你马上需要什么帮助 但是那个帮助肯定不是停在那 所以诗人当他在呼求 他的帮助从哪里来 但我们晓得这是丧行之师 丧行之师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有以色列民 他们在敬拜神 他们朝圣到圣殿 他们可以是边走边唱的一首诗篇 那我们待会再提 以色列他们有很多的背景 所以当他们在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事实上在经文里面会提到 有很多他们的历史在其中 那我要从哪里得到帮助 那神在其中的角色又是什么 我们通常你遇到困难 你需要帮助 神在不在那当中 或者神在当中那是占多少成分 他是排在哪 那这个显明了什么 我都讲过 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 不晓得为什么车子就滑出去 那时候是冬天 看到车子在翻 我没有想到神 神不在那个图画里面 但我不晓得你们在找帮助的时候 你们神在不在里面 那怎么样理解当我们 看到他的帮助跟我们所求的是不一样 这怎么理解 我相信我们唱诗歌里面讲到 会失望会流泪 这是正常自然 但是当所求的跟所得的不同 你想是不是找错了 找错人了 求所帮助了呢 还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相信 主是那全然的保护 你要注意 这边讲到是那全然的保护 他不只是保护 保护你 他是那全然的保护 神不只是爱你 他是爱 神不只是光明 他是光 你有没有看到他是那全然的保护 如果我们看到他就是这全然的保护 那肯定会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帮助 这要带来有什么样的安慰 有什么样的提醒 有什么应当献上的赞美 有什么需要做的调整 所以我们愿意每次 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 是愿意以他的话来光照我们 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继续被主来更新的 有没有心思意念 是需要被神的真理来更新 他自己不会 那圣灵当然会提醒我们 但是要有神自己的话语真理 圣灵提醒我们当中 愿意被他来调整更新 就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们在上行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那有些人试着解释就是说 他抬头是看说 到底有没有人要来抢我 那我想那个不是 不是最合适的一个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这样的机会主义者 当你在山里面 在树林当中 是容易下手的 但是有些人这样解释 那并不是合适的 重点是 他要向山举目 他晓得照天地的 当我们晓得 从照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山万物 你看到的这一切 神的创造在当中 他晓得要向山举目 就是照山的这一位 他讲到 照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照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们晓得 他在求帮助 他是向神在求帮助 那么回到第一个问题 讲到 到底我晓不晓得 我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可以试着想想看 你一般 你会 比如说 我最近 跟大家分享 我去找了医生 那医生说 你身体有一些毛病 那我要求什么帮助 我希望他能够医治我 你生病找医生 这是对的 但是够不够 只是要身体的医师吗 我们可以想干好了 可能你 父母 你生下孩子的时候 忙着要工作 那么可能就把孩子送去给 保姆 让保姆来 好好的照顾他 因为你没有时间照顾他 你要帮助嘛 但是这个帮助 是不是最合适的 让每一家 有每一家不同的情况 但有没有想到 你的帮助 那时候所想的 是不是 是真正你需要的帮助 还是有没有其他的 你所需要的帮助 小孩子他要的 当他想要吃糖 我需要帮助 请你给我糖 你又给他 那个帮助 一个吸毒犯 当他在毒瘾 发作的时候 他要的帮助是什么 请你再给我 请你再给我 你要的帮助 是这样的帮助吗 夫妻如果不合 越吵越大 你的帮助会是找谁啊 当然 我们有普遍的恩典 神给我们有许多普遍恩典 包括 可以是各种的专科医生 可以找医生 但是只是停在那边吗 还是 你晓得现在很多的世俗的心理学家 会告诉你 你们夫妻不合 再这样下去不如 你们分开吧 重新再来 听讲也很有道理 这样的帮助你要吗 不是说你不能找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正你需要的帮助 各样的情况都可以让我们思想 到底你现在寻求的帮助是什么 我们当然当下的需要 我受伤的现在马上要止血 我当然这个是第一个帮助要的 那是不是只在停在那儿 像小孩子呢 我们像孩子年轻人所面对的 他说我是生错身体的 我需要帮助 把这身体改一改 来符合我应该的这样的性别 你要让他得到那样的帮助吗 我想这些是值得我们去想的 孩子是这样 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 你我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呢 对以色列民来讲 他们要的帮助太大了 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过的 他们知道 当他们离弃神 违背神的当中 他们受各样的仇敌来侵略 他们晓得 他们需要帮助 他们原本也是没有能力 是在威怒之家 神怎么样带领他们 他们需要帮助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不是只有眼前 我需要的这个难处 需要帮助 实际上我没有想想看 我身体健康我出了问题 我帮助是 没有错 医生 找医生 但是只有医生 肯定不够的 我的信靠 如果只是在医生 那就出大问题了 因为医生可以给你的 就是这么有限 但是即使医生 可以帮你医治好 那也是停在 你身体的部分而已 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或者他安排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晓得要求帮助 但是他在这些事情里面呢 他是愿意我们 能够向他来求帮助 要向他求帮助 不是说不要向其他人求帮助 其实 亚当神就为他造一个帮助 合适的帮助 他需要这个帮助 他自己不能承担 神给他的托付 他需要那匹配的帮助者 这就是第一个帮助 从神赐给他的 所以 其实可以叫什么呢 不只是soulmate 你灵魂的这个匹配者 他也叫helpmate 这我 大概不是太久以前才学到 原来有这个字叫helpmate 原来是匹配的帮助 helpmate 所以你的配偶 是你第一个帮助 除了神以外 两个人要能够同心 这个可以看得到 神已经为你预备 在你周围有许多爱你的人 这都是神的帮助 不是不要这些帮助 而是在这样的帮助之上 我们要看神到底要我们 怎么样来寻求帮助 那 我们只有各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要明白 就像 如果是浪子 他本来他要的帮助就是 父亲你把你的家产给我 给我 我该有的三分之一 老大 他是三分之二 给我三分之一 这是他 他要的帮助 等到他 山穷水尽的时候呢 他心里明白过来 那时候他想要的帮助 是要回家 回到父亲的家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的帮助 那你就会求不一样的对象 我刚提到你要是一个西路犯 你要的帮助是 请你再给我 让我可以害一下 我要度过这个 你就会去找卖毒品的人 你要的帮助者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求的帮助 是以色列他们所晓得的 要向山举目 要帮助是谁呢 就是照那天地万物的神 是照山的这一位 没有错 可能有盗贼 会攻击我们 但那不是重点 他要求的帮助是 这一位 照天地万物的神 要赐给他的帮助 你们可以看 这位神他是赐下什么的帮助 他必不容你的脚被摇动 他不会把你脚放在那个摇动里面 那保护你的 他不打顿 看啊 让你提醒你 我们要注意 看啊 那保护以色列的 他不打顿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华 耶华在你右边阴蔽你 先提到这些 他不会让你的脚被摇动 其他的经文里面 实际上提到 即使你摇动 他会扶持你 即使你跌倒 他都会帮你扶起来 那保护你的 他不打顿 我们现在 家里面很多人都有装这个 Security System 就是这个监控器 或者是要能够帮助你 希望要是有人要来 晚上来你家 你早早知道 会或者甚至通知 这些警官人员等等 有时候会失灵的吧 不是那么可靠的吧 如果是你的父母 你叫他 请他保护你 你不用请他 他都会保护你 但是他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能够 全时候 全时间的 都能够完全的保护 我们的孩子们 应该睡觉 也要睡觉 不能不睡觉 但是这一位呢 保护你的 不打顿不睡觉了 他不打顿不睡觉 他在右边来阴蔽你 那右边阴蔽你 他我们就看见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特别提到这些部分 夜间月亮 必不害你 夜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当讲到白日太阳 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 必不害你 其实后面能够看得到 很清楚的是 讲到神 祂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呢 祂是云柱火柱 这样子的来保守带领 祂从埃及领出来的 这一批他要做他子民的 白日有云柱来挡住太阳 不会让烈日来伤害他 那当然这些 包括讲到的时间方面 白天 晚上 月亮 有火柱的当中 肯定蚊虫就不会 我们晓得吗 当然不是只有蚊虫而已 可以是更要看得清楚 当中不会受到灾害 那看到神是在四十年当中呢 祂用祂的云柱火柱 来带领保守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们看见的 神是怎么样子的 在以色列他们的历史里面 来带领他们 所以诗人当他提醒自己 提醒他的同伴 他是保护以色列的 这一位 白日太阳避不上你 夜间也是 你不用担心 你家里要设保安系统很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这一位 他不打顿不睡觉的 他来看顾你 他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又要保护你 从今始直到永远 你们露了什么 我们再看一次 保护你的这位 他保护以色列他不睡觉 他不打顿 他在右边 来阴蔽你 白天晚上 24小时 7天24小时 保护你 你出你入 不管你在哪 何时何地 都有了 你们露掉什么 你们露掉说 我忘记你了 这个时间我刚好需要去 还去办你吃 不管在哪 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GPS还会出错的 你所信靠的那些 都不是完全的 神没有露掉什么 神都做全了 他保护全部 没有露的 都遗漏的 有谁可以提供这样的保护 只有神吗 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保护 只有他可以提供这样的保护 但是有没有露了什么 人的部分怎么样 云柱火柱 一方面是显明神自己的信实 他没有离开 他所带领出来的这一群 但是以色列民呢 在旷野四十年当中 有多少的 在这样的保护里面 他们却是 不知道 按照神的恩典 祂的真理来回应 他们也没有跟得上 有多少人真的进入应许地 神提供了完全的保护 没有露掉的 有没有人漏掉的部分 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他提醒 这是写下的这些 过去的 有血有肉的这样的历史 这是一个见解 是见解 一方面提醒神是信实的 他提供完全的保护 但是另一方面 看到人 却是没有配上 跟上 神他所提供这一切的保护 这保护的目的是 愿意他们能够进入应许地 在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被神来改变 这保护目的是要 他们来经历 有困难 没错 有没有水的时候 没有东西 只有麻纳 受不了 我们在这样的困难 需要神帮助的当中 神他会提供 够用的 需要的 帮助 你要有这样的把握 不管你现在的困境是怎么样 要有这样的把握 这位是提供完全保护的 那当然 上礼拜用的这个经文 这位父亲 他的儿子被鬼附着了 他患了颠尖 神所看到只是颠尖的这样的病症 但事实上他是被鬼附 那么他就来求主 他跪下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你记得 我们所提到 这个翻译 是 所以说在问这个父亲 有点反问他 你若能 你是这样子 你若能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耶稣告诉他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那孩子的父亲历史 喊着说 我信 帮助我那不信 我信 我信你现在所说的这些 我信你能 但是我又信不下 请帮助 我那不信 这个父亲他所要的帮助是 他刚开始来 就是要主帮助他的孩子 不要继续在那受苦里面 他相信主所说的 他需要帮助 但是要求主帮助我 那不信 他事实上看到 他也需要那个是 信的问题 他对象 他原本所求的 只是因为知道 耶稣他会医治 他行医治 他知道他自己是 不全的 他需要主来帮助他 那不信 所以当然 我们能够对自己的 真正需要帮助的呢 并不是 信主马上就能够看得清楚 我们乃是在 跟随主的上面 圣灵会帮助我们 越来越明白 原来我所需要帮助是什么 像主耶稣在医治的时候 常常都讲 你的罪赦免 他不是你的病得医治 你的罪赦免 那当然那个病 也得到医治 真正的帮助 是需要 在新的部分 新的部分 再想想看 我们刚刚觉得 例子 如果今天是 你的孩子 他有很大的问题 他在这样的世代里面 特别在性别 错乱的当中 他也是在其中 在挣扎 你是做妈妈的 你是做父亲的 那怎么办 我们有这样的 弟兄姐妹啊 你夫妻 大家感情不合 已经多年 那怎么办 只是要当下的 解决的方法 得到帮助吗 还是我们愿意 来到神面前 我信 你是能的 帮助我那不信 我需要那个帮助 帮助我 好 让我更加晓得 我真正需要帮助是什么 所以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看 这只有神可以给 那有一幅漫画 他画有一个孤岛 上面有个人 他画那海 那边有一艘小船过来 上面有个人 那在岛上面的就说 我看到船啊 他很高兴 他想要赶快离开 那在船上面的 我看到陆地了 我那个船 在那边漂泊 再继续飘下去 肯定就饿死了 一个站在这边看 我看到船 我想要赶快逃生 一个在船上说 我看到陆地 我赶快要去逃生 视野不同 视角不同 你的视角在哪 这个是个问题 我的视角在哪 民事务卿那边就提到了 当他们要进入应许地之前 12个探子去探 12个回来都说 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看见的是一样的 神应许这是牛奶与蜜之地 大家看的一样 你说那个在岛上的 他看到有船 有大海 在船上的看到有岛 有大海 看的东西一样 但是他们的权势不一样 这12个探子 10个 就说 但是那边住的人 他们高大 看我们就像扎门 我们看我们自己像扎门 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不能跟他们打的 忘掉神说 我要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另外这两个呢 同样是看到都是牛奶与蜜之地 耶稣亚跟迦勒他们说的 神若喜悦呢 就把他们当作食物赐给我们 这多截然不同的一个诠释 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一样的东西呢 因着你认识神 不同的程度呢 你的解释会不一样 你看的视角不一样 我到底看到的是什么 我的视角是什么 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我面对的问题 我怎么来看呢 可以从我的祷告是什么 可以看到一些端宁 我现在祷告神啊求你医治我 让我身体可以快快好起来 祂让我可以跟我相爱的人在一起 我可以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没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够不够 你看到你真正的需要吗 神让我需要帮助 我现在没有工作 所以你给我一份工作 我可以赚钱养家 那都是好的 够不够 你真正需要帮助是什么呢 我求你继续帮助我 我现在一切都安稳 让我不要遭遇风浪 平平安安就是福 阿们 我求的是什么 你视角是在哪呢 神让这些事情 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当中 神到底要我们怎么去看呢 你经过这些 你比如说神给你一份工作了 你确实 感谢主 哈雷路亚 然后继续工作 你病得医治 感谢主 赞美主 继续按照你原来的生活 感谢主 你听我祷告 孩子现在好了 以后好好把他送去 好的大学出来 好的工作 将来好的婚姻 就这样吗 你怎么样为你孩子祷告 我怎么样为我祷告 我怎么样为别人祷告 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底 我们的视野在哪 保罗他这样说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这是菲利比书 他在被软禁的当中写的 我所受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 那有一等人 那有一等人他们传福音就是真心的 但是那一等人传福音呢 是不是真心的 不是诚意的 是要加征他的苦楚 锁链的苦楚 他是被绑着的 这要何妨呢 你看到吗 他说这又何妨 他是 有人蓄意 因为更传福音呢 罗马政府就更讨厌他 更恨他 加征他的苦楚 他说这又何妨 无论怎样呢 基督究竟被传开 为此 我就欢喜 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这又何妨 他的视野 不是他自己的得到自由 他的视角是 终究基督被传开 所以所遭遇的这一切 这又何妨 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 你所面对的这一切 是不是只是关乎你呢 如果是的 那你的心肯定常常不太安稳 因为外面都会在改 都在改 我的身体会老化 我的关系也会改变 有什么是你恒长的呢 但如果你是视角是愿意让主做你的主 外面所发生这一些包括你的身体可以是出状况的 并不影响 所以我也分享过 有一对宣教室这个妻子是也是患了 也是癌症 但是他们照样服事 他说 神是这样子的呼召他们 那没有生病也是一样的呼召 生病也是同样的呼召 有什么改变 我想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室 我们当中的宣教室 弟兄姐妹 一样 我相信在这上面 当你越来越看到 我们唱的诗歌是那不保留的爱 如果他是不保留的爱 我真正能够越来越回应那不保留的爱 我想也会改变我们知道 怎么去越来越从主的这个定位 他的视角来看 会有不一样的 你对你现在的难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事实上 我们更加会看到 神容许困难发生 事实上我们在当中来经历 他世人所描述的这位神呢 他的帮助呢 我们讲到是全天候的 全方位的 绝对够用的 当保罗讲到说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最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你知道那个得救 是有两重的意思 双重的意思 所以他在讲 他无论是或生或死 都叫基督在他身上那样 照常显大 讲到生或死 这个得救 就是在这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有可能他被释放出去 他为了其他的信徒 他说我活着 这是为你们的好处 那这是好的 很好的 他如果死了呢 他到主那边去 是好的无比的 所以他在两难之间 那这个得救讲到就是 或者从监狱出去 或者可以从肉身出去 灵魂可以从肉身出去 这得救是这两重的意思 在他来讲 都好 我想这当然不是我们先 我们不是保罗 还没到那样的信念 但是我相信 能够朝这方向在走的 新的一年是可以朝这个方向 继续来成长 能够越来越用主他自己 终究让基督能够传开 终究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被他来改变 所以要来救那全然的保护 这几节经文里面提到 他要保护你的灵魂 你的性命 特别讲到就是灵魂 保护你的灵魂 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性命 所以说讲 你要保守自己性命的 必要上吊性命 都是讲灵魂的事情 为他的缘故 上吊性命的 必要得到性命 都讲灵魂的事 不只是你的身体 那又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这个视角要看的是 包括永远的部分 不是只有现在 所以当 你想到这个灵魂需要保守的 神在保护的 我们要配合上去的 为你孩子祷告的时候 你想到你自己 因为你在挣扎 你心里没有平安 你睡不着 那到主的面前 主要保守我 保守我的心 我愿意把这个孩子交托 交还给你 神 知道他是从你而来 我把他交还给你 我以前所想的 就是要他们能够好好的长大 他们将来 有美好的前程 但是当我们越来越看到 原来是你把他交托给我们 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 把他们养育 愿意他们成为合用的 主你的自己的仆人使女 我把他交还给你 你可以好好睡觉 这事也是把你自己的困难 这个焦点摆 回到神的面前 按照神的心意 要你怎么样 好好做父母 当你生病 主啊 是我身体最有软弱 但是我到主你的面前 主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需要 所以帮助我 我学怎么样倚靠你 也学着不是 因着肉体 来影响我 怎么样回应你的呼召 要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 反而是更加看到神是真的神 是活神 他是要保护你灵魂的这一位 他保护你直到永远 永远 不是只有 在这个暂时寄居之地 那不然 请问 我们在美国 相对来讲是太平安 太安全 那现在在战火当中的 有许多神的儿女啊 美国也有很多贫穷的事 也有的 也有很多不法的事 也有啊 你 我们当中可能问一下 你就知道你所经历的 会想到有些 以前知道的肢体 他们 一生都在病痛里面 怎么样可以 让神的保护 是在你的身上 他是保护你灵魂的 当然 你信靠主 你就知道 主他是那复活的 他是那出手的果子 将来有个复活的身体 是要给我们的 这个你要有把握的 你要信靠主 你要真的有这样的把握 有这样的盼望 但是他保护你到永远 那在第五节那边讲到 是耶和华你的保护 知道他原来 他说 写的就是 耶和华你的保护 耶和华你右边的阴壁 他是你的保护 他就是你的保护 他就是你的阴壁 他是这一位 他事实上 就是你的帮助 他是你的保护 你要来救进他 保护 继续讲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子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那上面呼召的奖赏 那上面呼召 他在呼召你 主天的一个呼召 是要向上的一个呼召 我们在人生里面 要是没有主 我们所走的都是下坡路 是往下的 但是神呢 他呼召我们是往上的 上行的 high calling 在上的呼召 above calling above 你有没有这样的呼召 在你的生命里面 还是你正在走的是 一般人生要走 只是往下走 你可以中间可以 当然很高峰 人生的高峰 但是总要下来 从人的层面来看 没有不下来的 但是神他的呼召 是上行的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 上行的呼召在走 我知道你是模糊的 恭喜 困难不是让你不能 回应这个上行的呼召 困难乃是让我们 操练怎么样倚靠这位活的神 我们需要帮助 没有错 我有多重需要的帮助 但是之中的帮助 你要回到神那边 神到底你要我改变什么 可能我信心不够 像那父亲 帮助我那不信 可能我对原本 我所追求的 我需要调整 我只想把孩子能够 按照我年少的时候 没有成就的理想 替我完成 那当然是错的 或者是想 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婚姻 但是 很不幸 我被遗弃了 那怎么办 我这一生 是不是就没有上行的呼召 当然还有 他的呼召不受这个影响 我乃是要在神的面前 主啊 你安慰我 帮助我 我要怎么样 能够在你自己的上行呼召里面 生命被你改变 不是活在那个 羞愧或者是难过 或甚至是恶毒里面 你生命要改变的当中 神他这个上行呼召 帮助我们 不是继续往下滑 那么清楚晓得 他的帮助是 确实有效的 因为照天地万物的神 他是大能的 他是保护你灵魂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他就是这一位 所以是上面的呼召 保罗他只有一件事 你我应该也是只有一件事 诗歌上呢 我们是要讨主耶稣的喜悦吗 其实这就是这一件事 你想神要你怎么样 神喜悦我们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带领以色运进入应许之地呢 为什么上行到圣殿去呢 神他愿意的是什么 他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他要我们跟他 永远 在爱的关系里面 我们在敬拜的当中 我们彼此 在爱的关系里面 与他 能够享受他自己的丰富 神是愿意 但是也在我们还没回天家之前 还在这个呼召当中呢 所以说帮我们拆入这个世界 我们是光是眼 这个是光是眼 我提到不是只是做光做眼 因为是光是眼 就是我们的本质应该是不一样的 神要我们是光是眼的当中呢 外面无论发生什么事 这又何妨 所以是属天属上的 要思念上面的事 我们的视角需要改 我们提到 知道有肢体他的孩子 就是在困难当中呢 父母同心的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来寻求 父亲关系反而更好 家庭反而是做了各种调整 更加以主为主 父母本身在主里面 生命被更新 为了按照主自己的教导 父亲都可以把工作 能够调整改变 孩子困难 没有完全都解决 但是这一家 更加归属于主 是在这个上行护照里面 正在走 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让我们再看得清楚 我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不是只是孩子 他能够健健康康长大 而是我们需要先学怎么样 让他做我的主 需要回到他的面前 我们都有需要的帮助 我们都需要主来保护 这篇诗篇里面有多少保护 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保护 要不要算算看 一共只有八节 有多少保护 再看一次 最好带你自己的圣经 我不把它放回去 鼓励 鼓励弟兄姊妹 如果有圣经 最好习惯带你的圣经 你可以在上面 可以做笔记 或者可以把它圈起来 我告诉你们 不用算 在八节里面 前面两节他讲到我的帮助 从哪里而来 对不对 我的帮助从照天地的夜华而来 接下去讲的 这保护你的 他就一直描述 第三节到第八节 六次 这一位他会保护你 因为他就是 那全然的保护 所以主要讲 我的阳亲 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跟着他 他是那全然的保护 所以你不跟他 要跟谁啊 我要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有灭亡 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保护 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 我的阳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你可以的话 试着把这个多孽几世 把它背起来 因为你会面对 很多人生的 这些际遇 处境里面呢 你发现 你不知道怎么办 我的阳 听我的声音 这是从什么视角 你从哪来看 是从你自己的角度 在看吗 还是你愿意 让好牧人 来带领你 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的阳 听我的声音 我愿意我们 这一年就是 越来越听得清楚 好牧人 他在呼召你 你要听到他的声音 你也愿意来跟随 就像神 他已经都完全地保护 随时随地地保护 我们有没有配上去 在你困难里面 神不是缺少保护 他没有缺少 但是我们所求的 跟他不一样的时候 我要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需要主 你在帮助我 加添我的那 我信 信心 我的不信 需要主来帮助 还是我什么 需要做的调整 就像医生告诉你 你这心脏不好 你不能说 那我只是心脏这一方面的药而已 我需要改变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需要改变 生活做需要调整 需要运动 有很多需要做的改变 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改变 属灵上要做什么改变 一方面我们要求主的帮助 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 有回应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正在听从主的呼召 在跟圣徒一起来走 你要注意上行之事都是一起在走的 所以他讲 他的帮助是从赵天爹爹华而来 那他讲到那帮助以色列的 所以神不是只帮助一个人 他乃是帮助他的儿女一起 一起要走 所以与圣徒一起来走 因为你在别人生命里面 你看到神的作为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你看到 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被神改变的当中 你得到激励 你得到安慰 得到提醒 那是不是一起在走 然后走着是上行之路 在唱着上行之歌 来救那全然的保护 他是那全然的保护 我们不是只要保护 而是要来救这一位 那全然的保护 如果我还没有跟上 我想 当然 如果你正在目道 在寻求 会鼓励你 来向这位神来求 是该回神家的时候 应该是 这首诗歌大家很熟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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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我不知道什么是让你紧张 小孩会做梦做噩梦 我们孙子到家做梦 祝福 我们是大人 你生活上确实有一些可以让你进化 你要知道这一位是保护你 祂是看过你的灵魂 你如果是属于祂的 我的阳性 我的声音 你会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祂认识 要有这样的保护在祂的里面 不用浸泡 你的孩子交托给神 不用浸泡 你的健康交托给神 不要浸泡 祂看过你 实实看过 臭臭看过 全天后 全方位 没有漏掉你 这才是什么 我们需要这一位真心 当然 祂要我们是越来越像祂自己的孩子 人家和世都要紧张 天不离开不离开 天不离开 你 就可满拂 绝不离开 天不必看过你 老国如此美心丧起 天不必看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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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必看过你 世上的国家 也不必看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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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必看过你 不能经过过世 也不必看过你 不能经过过世 也不必看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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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经过过世 也不必看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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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救浅她 她的心就是愿意 你回家做同她喜悦的儿女 在这书上 经历这一切 是继续来帮助我们 能够越来越像她的儿女 事情继续谈 我们可以个人在神面前 有一分钟的安静自己的回应 不但你说她解释了 优优独播剧场